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自從6月最愛的影片 即是上星期的影片 跟大家提過基段食這件事之後 原來大家都很有興趣 這件事是我此料不及的 因為基段食這個 term 不是一些新的事 我想大約在幾年前已經有人提出 所以我本身去做這件事是沒有打算拍片故意說的 但既然大家這麼有興趣,我就說一下 我現在出貓,講一些基段食的背景資料給大家知道 這個概念是由一個日本醫生,叫乳津木隆提出的 他是一個整形科的醫生 他的理論中說經常洗臉會導致皮膚太乾燥 和會傷害皮膚的表層 破壞表面自我的防護 反而會出現細紋和鬆弛的問題 其實幾年前我聽過這個理論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想過去試的 因為他提倡的是 完全不用護膚品和化妝品 這兩件事加起來的生活 簡直就是男生的生活 因為我覺得女生來說 多多少少都會化妝 怎樣都會塗東西 然後現在時下的男生都會開始護膚 所以你叫我什麼都不用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在大約二十多歲的時候 是一個對護膚和化妝可以說是上癮的人 所有的步驟都要做足 就算在家樓下跟朋友聊天 我也要化少少妝的 有什麼契機令我突然間試了這件事 其實都關於濕疹事的 在以前我是一個會生蛇皮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皮膚是會有些裂痕 就是我這麼黑 然後裂痕是乾默白色的 好像有些魚鱗 或者蛇皮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塗很多的 body lotion Hand cream 令到它看起來光滑 所以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擺脫到 body lotion 這件事 但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日子之後 我發現現在洗完澡 是不需要塗任何東西 皮膚都不會有這麼乾 那我自己就在想 為什麼身體是可以自己釋放到油份 令到皮膚潤滑 有一個水油平衡的狀態 而臉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自己就開始想實驗在自己的臉上 我想很多人都會有疑問 第一 究竟基段食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乾的呢 第二 就是 我會不會化妝呢 其實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在剛剛開始基段食的時候 是很乾的 一開始那兩三個星期 就真的要慢慢去適應 因為一不塗東西 其實臉習慣了你是塗護膚品 就會有一個拉扯的乾裂狀態 但是呢 這個過程是必須的 我可以說 因為你皮膚一直習慣性 你有護膚品 但是你乾到某一個位 一個時期 皮膚就會發現 真的不行了 要救他了 我們要出救護車了 這樣 它就會慢慢地 去釋放適當的油份出來 就是呢 去做一個保護膜 那你在這個過程的拉脚之中 是每一個人都應該不同的 那我大約 我想 一個月左右 那我就發現了自己 起床 不再是乾了 起床的時候 臉是一層油的 我不懂怎樣很具體 形容給大家聽 但是是我 那麼久以來 沒試過發生的事 那所以你問我 會不會乾這件事呢 一開始就真的會的 但是現在晚上 就算我開冷氣睡覺也好 其實我已經不再覺得乾了 那第二 大家問可不可以化妝 我做這份工作 我做這個Youtuber 怎麼可以不化妝呢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化妝了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不需要去擔心 其實你只要化妝了 你那天就不是基段食 對啦 那所以 沒有關係 我真的覺得 不要逼自己說 我現在正在做基段食 所以 我天天都不可以做這些 如果你真的很想做 很喜歡做 或者那天必須做的話 你就做吧 好了 那到現在呢 我就想說一下 我自己的改良版基段食 究竟是怎樣的 那如果你說原始版的話 它是提倡用清水洗臉的 如果你說以前的社會 即是那些農村生活的時候 用清水洗臉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空氣污染有這麼厲害 周圍的圓浮粒 然後有些廢氣 然後有些斜 還有周圍的灰塵 是不可以用清水洗臉 我真的接受不了的 所以我自己習慣 就是晚上我會用蕃茄洗臉 最原始最普通的蕃茄 去做基本的清潔 也不要被泡泡在臉上逗留太久 只要你清潔了那些污垢 油垢之後 你就可以用水洗掉 總之臉是清爽乾淨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洗臉的步驟 但是早上我就真的用清水洗臉 因為你在家晚上 其實不會污髒得去哪裡 所以早上就不需要用太多的清潔用品 只是用清水抹走 晚上你分泌多餘的油脂 我就覺得OK的了 雖然基段性是不提倡用任何的保養品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皮膚它釋放的一些油份 是不足以保護到我們出道去碰到的灰塵 肺氣之類的髒東西 所以我在日後會做基本的護膚 我每一天都會用化妝水 然後保濕精華 和少量的霜霜去維持皮膚的保護層 加強保護層 可以這樣說 我就會出門口 沒錯 你沒聽錯 我現在是不用防曬的 一來我的皮膚本身就不會長著斑 或者什麼斑 而我已經很黑了 所以也不怕再曬黑一點 三來其實大家出去上班 放工 回家 你有多少時間會在太陽底下曝光 其實真的不太密 適當吸收紫外光 對整個人都有好處 但是如果行山、游泳、曝光 我也是會照顧防曬的 所以我的基段食是絕對看情況做人 而不是盲目地跟隨一些理論 好了 到晚上就看兩個情況 就是有化妝和沒有化妝 如果那天我化妝很久 出了街的話 我回去會下妝 當你下妝的時候 臉是清潔得非常徹底的 所以我也是會加一些營養給它 如果你說 我覺得不夠安全 塗一點可以嗎 我自己覺得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塗一點的話 上網我看到很多人 推薦用凡志琳 但是因為凡志琳是一個石油的副產品 它是真的會block毛孔 令毛孔不可以很舒暢地去呼吸 我自己是不建議的 我會建議塗一些有油份的cream 就不要純水狀 純gel狀 因為我自己試過 晚上手癢 很想試一個化妝水 所以我就拍了上面 睡覺 我發現 是比起什麼都不塗 更加乾的 理論就是 其實如果你加了水份 但是沒有油份 你皮膚覺得 夠保濕了 然後停止工作 不讓你油份出來的話 冷氣或者空氣會瘋狂抽乾你的皮膚水分 其實是得不常識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堅持很想塗的話 你就找一個有油份的乳霜 然後搓好小 搓勻它 然後拍上臉上 那就會好過塗一些光水分的東西 好了 那究竟你說了這麼久 你一個星期有多少天是做到基礎食的呢 我告訴你 你猜不到那麼多 我一個星期大約有四五天是可以做到基礎食的 如果大家是在街上撞過我和男朋友的話 平日星期一至五 我有80%的時間是掃眼的 星期六日呢 要拍片或者那天心情非常好的話 我才會去化妝 不然大家應該都在長洲撞過我掃眼的樣子 對 我以前是不可以掃眼出街的 那個樣子實在很噁心 大家看影片都知道整個auntie 阿嬸老了10歲 好像生了30個兒子的樣子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沒有人看你 這個心理障礙完全是自己拿給自己的 人們不知道你化妝是怎樣的 他們不會覺得 嘩你差那麼遠 街上的人是不會這樣看你 他們純粹是會不理你 你是一個很普通 普通到再沒有普通的一個女生經過 是沒有人會看的 所以 如果你說是 我出街一定要化妝 不化妝 我真的很害怕的話 這個心理障礙 我覺得可以慢慢由家裡留下去 嘗試衝破一下 那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我自己做完這兩三個月的基段 我覺得自己的皮膚是沒有差的 你說有沒有完全是好很多的話 我可以說我由沙漠肌變回 一個普通肛肌 但是我不知道跟冬天夏天有沒有關係 這件事就要等冬天的時候 才可以回答大家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試過 晚上洗完臉洗完澡去睡覺就可以 不需要塗這件事 當然啦 你說一個星期又五天完全不塗 是不是真的呢 我不會騙你 有真事 譬如那一天 皮膚是有週期的 它是特別乾的 或者我去了海灘或行山 曬過 皮膚狀況真的沒有那麼好 那一天 無論你是臉也好 身體也好 我會給他們適當的營養 我會敷一下面膜 我會塗身體液 其實我可以當這是身體給我的一個訊號 告訴我 我今天搞不好 你幫幫我忙 所以我真的不會告訴你 我的方法完全是這樣 你要跟我 我覺得大家都真的要去 去醫治自己的身體狀況 皮膚狀況 去改良一下你自己的基段食的習慣 我會繼續用磨砂 或者深層清潔 去角質 令皮膚疏通無紅 可以做到全面的呼吸和優養 看完今天這條影片 說真的 如果你跟我的皮膚是完全兩回事的 你是爆油的 喪出暗瘡 是一些有問題的肌膚 我覺得你也需要自己想想 究竟是否去做這個基段食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性的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是錄的下午3時 還有星期日的下午12時 好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